看对方是什么情况 或者是看当时你处于一个什么心态吧 因为每一个年龄段想的心态也都不一样 有必要 很有必要 我觉得现在人们都比较开放嘛 思想 所以结婚之前就是有这种行为 我觉得很正常 比如说男的看女的技术呀 女的看男的长短呀 我觉得有必要 因为如果两个人只是每天见的话 可能看不出来他到底私下个性 就真正他这个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如果就是适婚 就生活中有一些稀小的东西 可能会比较多的能体现出来 他到底是个习惯呀什么的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 也可以在结婚前就是两个人相处时间长一些吧 然后把两个人的性格都是比较了解之后 再决定结婚合不合适什么的 我觉得多少还是有必要的吧 可能两个人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可能在一起之后才会知道一些合适和不合适的地方 如果单纯的相处的话 可能没有那么了解对方 关注我去街坊看更多精彩视频 就会让我走开的地方 就会让我走开的地方 我先走开的地方 在一起之后就会让我走开的地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